平常會帶果在新電溪有判人那邊 他就尋著新電溪這邊去找 找到Ryan的屍體 頭部還有他的四肢都被砍掉 當時我去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就是他用袋子裝他的頭顱 我們費了很多時間在附近那邊尋找 在河床裡面就陸續有找到了 兩把每次的一個開山道 一般應該是一把就夠了 怎麼會用到兩把 所以我們當場就判斷 這射案的不只一個人 在河畔的旁邊上面 我們鑑定以後是有一些噴箭的血跡 噴箭就很明顯 在那邊有砍屍體的一個情形 才會有一個噴箭痕 我們是研判說第一現場應該在這裡 這個案件就牽扯出來的 可能也是有一些毒品的糾紛 嘿 我在發現場 帶領事件之急 秀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人陳豐德 2018年在社會記者生涯中 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一年 這一年其實被我們稱為分屍年 前後共發生了四期的分屍案 這一集我們要講述的是 發生在當年8月第四期的分屍案 那先來接受這一集來賓 是新北市警察局三重分局的 偵察隊長林振瑞 振瑞哥你好 各位聽眾還有鳳德兄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也不囉嗦 直接帶大家進入到案子裡面 而這集案子的最一開始 我們得先從一句叫做 嚕嚕的米克斯狗狗來談起 那請聽這一集的 我在案發現場 在2018年8月22號大約中午的時候 有兩位外籍人士透過電話 還有通訊軟體 要來聯繫他們的好朋友 叫做Ryan這個人 但是他們怎麼樣都聯繫不到 於是就到他們的永和的租屋處 一到那邊就看到 他所飼養的黑色米克斯 叫做Lulu這隻狗 Lulu他就獨自在家外面徘徊 並且他的鼻子也受傷了 怎麼樣都找不到Ryan 不久後解放就接到了一通報案電話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的呢 正瑞哥 那時候是 新年西河盤那邊有民眾報案 就是有發現屍體 那到了現場呢 外籍人士的朋友 他就立刻跟我們講說 原本前兩天有在他家玩電動 約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還要再去他家喝酒玩電動 要去之前 他們都會用電話聯絡 都聯絡不上 早上都聯絡不上 後來他們就先一個朋友去到Ryan他家 查看的時候門搜 緊閉 Lulu在他家的大門 鼻樑還有被砍傷的一個情形 他們想說 那平常呢 Ryan就是會帶國在新年西河畔那邊 他就循著新年西這邊去找 找到Ryan的屍體 屍體的狀況是怎麼樣 剩下他的軀幹 丟在新年西的河床上面 那新年西一般來講 晚上的時候水有時候漲得很高 但是有時候退潮的時候 就會看到河床 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差不多大概一點都已經看到河床 河床那邊就是有看到這個屍體的軀幹 他就直接露出來了 對很明顯就是在旁邊而已 我們如果在那個階梯下去看 就知道有一個軀體在那邊 他的軀體是指說只有上半身而已 只有身體這部分 還有臀部這部分 頭部還有他的四肢都被砍掉 像這種有發生命案的 我們都會通知新北的監視中心來勘察 我們費了很多時間在附近那邊尋找 在河床裡面就陸續有找到了 兩把每次的一個開山刀 還有拉環 還有一些就其他的一些屍塊在旁邊 我當時我去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就是 他用袋子裝他的頭顱 所以你們那時候 找到了這兩把開山刀嗎 一般應該是一把就夠了 怎麼會用到兩把 所以我們當場就判斷了 這涉案的不只一個人 現場才會有兩把開山刀 我們在現場還有找到 兩個拉環嗎 這兩個拉環也是在河床上找到的 是不是 不是 它是在河畔的旁邊上面 我們鑑定以後是有一些噴箭的血跡 噴箭就很明顯 在那邊有砍屍體的一個情形 才會有一個噴箭痕 我們是研判說 第一現場應該在這裡 人死了以後就在那邊處理掉 那處理掉以後再丟到洗電池裡面 現場找到兩個環嗎 兩個環我們鑑定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它的那個限距的一個環 可能在那邊處理的時候 太大力斷掉 Ryan你們當時查資料有沒有一些 怎樣的發現 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我們只知道他是個外籍人士 偵辦外籍人士困難點就是 他的資料比較少 還有他的生活狀況 我們比較難掌握 很清新就是很快速的 能把這個人的身份釐清出來 就是靠著他的朋友 儘管他可能只剩下他的上胸而已 但是他能夠通過他的穿著 可以認得出來 這位Ryan他當時是43歲的年紀 後來看了一下 他當時已經來台大概10年左右了 有什麼樣的工作嗎 他是來台灣教英文 是有教過一段時間 那一段疫害時間 他那時候是待業中 那這位Ryan他有相關怎樣的記錄嗎 他在案發前幾個月 就是因為有毒品的案件 還有通緝的一個紀錄 這時候查後的一些人員 我們都進行在追查 也是我們這個案件的一大突破 所以當時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是前面性的 以前有同案共犯的 因為從現場我們的死的慘狀 還有一些被剁的一個情形 一定是所人所為了 你說突然在這種河岸篇 然後突然路人把你殺害 然後還要把你分屍 丟到河床裡 這不太可能 這可能性很低 這個毒品的案件大概是怎麼樣 在案發之前 他是有持有大量的大碼 被我們其他單位的同事來查後的 這些相關人員 我們就調位案發當天的一個出路狀況 是 那我們這樣零零種種 差不多有守定七個 那時候就分頭下去進行 調位他當天晚上的一個進出狀況 除此之外 有其他人對於Ryan有一些質疑 懷疑說 Ryan你原本是賣我們毒品的 可是你賣我們賣一賣之後 我們都被抓了 所以大家就好像就有點懷疑說 Ryan你是不是出賣了我們 只要持有大量的毒品 毒品的去向 我們都會深入來調查 所以你相關的一些記錄 我們當然都是會 一一把它查起到案 這個案件就牽扯出來的 可能也是有一些毒品的一個糾紛 想說可能這些被抓的人 是不是也是懷恨才信 殺害他還是怎樣 一開始沒有找到 後來在河床裡面找到了這個手機 當時他那支手機 在案發之前 有刪通的一個電話 英文字母OLI 那OLI是誰 就是孫悟生他本人 你們怎麼搜的 透過一些朋友的一些訪查 OLI就是有 A Ryan喝酒聊天 21號的 就A那個9點多的時候 就Ryan出門那時段 所以很明顯 就是要跟孫悟生 在新電溪河畔那邊的 美智的開山刀 我們後來有透過展的方式來進行一個追查嗎 這開山刀是比較特別的 很明顯不是一般我們貨賣道具店可以買得到 我們就是從這些我們鎖定的對象 住家的附近下去查訪 後來有鎖定剛才講的孫悟生 我們從他家的附近 剛好有查完到一家的道具店 當時老闆就有看過他 他當時在案發之前 就是有先過去那邊挑一些道具 就是這兩把的開山刀 還有線具 還有一些魔刀石 還有戰術手套 這些東西就放在櫃台上面 然後照相 照相完人就走了 就沒買 所以這個老闆他印象非常深刻 怎麼會有這種人啊 但是這個走了以後 個人就是有一個我們台灣人 雷鬼頭的 就要過去買那些東西 他怎麼買 是要拿 他拿他的那些相片啊 那老闆一看就知道 就把他連結出來啊 這個雷鬼頭這個年輕人叫做吳宣啊 那這個吳宣有辦法解釋 那個買刀的畫面嗎 你們應該有拿金石器給他看吧 有有有 他一下子就說這個是 孫悟生請他過買的 拿多少錢給他過買的 他都講得很清楚 那這兩個人之外 我們好像還有掌握到其他的人是不是 還有Bent 美國籍的 因為他們當天晚上兩個人是 同進同出的 而且他的基地台有來暗瓦現場 他們有去租用那 有百個從中正區萬瓦 沿著新電溪那邊騎過來 永和這邊 騎到暗發地點那附近 暗發地點 有共同騎乘腳踏車 監視器的畫面 後面就是涉案以後再拿去 就又騎回到中正區了 對對對又騎回去 他們騎回去的時候 穿著上或專扮上的想像不一樣嗎 衣物都有更換 刻意的變裝 對回來的時候那些衣服已經不見了 然後感覺要去遮掩自己的身份 對對對 這三個人設有重險 我們也通知了Bent跟吳宣到案 通知到之後也就叫他們給具體了 最關鍵的關鍵的是OZ 這個孫悟生這一個人 對沒錯 我們也要將他給具體嗎 因為他感覺竟然叫了吳宣去買刀子 他感覺跟這個案子是相當有關聯性的 而且他跟了Bent一起騎車 騎著U-bike到了這個現場 OZ這個人我們有辦法去具體到他嗎 當然我們要去具體之前 我們查相關資料 他已經出境了 是 所以是在你們準備要帶人 大概多久之前他就出境了 應該12個小時有了 就先飛出去到菲律賓了 對那時候剛好我們駐台在菲律賓的聯絡官 他剛好跟菲律賓那邊關係蠻好的 那個時候專案小組也有討論說 這個部分就全部交給他們刑事局來處理 對刑事局他們來協助 你那時候聽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是有望可以抓得回來就對了 對沒錯 OK OZ到底人在國外能不能夠抓得回來 這個司法互助體系能不能夠發揮作用呢 是成了最頭大的一個難題 其實這個時候包含到鄭瑞賓 警方他們都沒有想到說 他們當時所拼錯的案情 其實還少了最後的一些關鍵拼圖 孫武昇 Ben還有武軒 涉案的就只有這三個而已嗎 還是有其他人呢 好 這個永和分屍其實最後關鍵的拼圖 就是由當時是在外事單位的韋哲哥 協助拼湊起來的 目前能做的最為關鍵就是要把這個 可能在國外的OZ給帶回來了 這要靠的可能是在當地的刑事局駐地聯絡官 就以本件案件為主 應該就是將國內的需求 告訴在駐外的聯絡官 我們的需求就是要把這個犯人帶回來 他在當地也是沒有執法權的 這個OZ他同時擁有美國護照 以及以色列的護照 這個多酬身份其實會讓警方處理來 有點愛手愛腳的 因為可能必須得顧慮到其他國家的主權 又或者可能OZ會透過外交的管道 來尋求可能要協助或者是出境等等的 這就成為他跑到菲律賓 讓我們很頭大的一個要素之外的 另外一個大難題 那案發之後 因為這個案件相當受到注目 刑事局也迅速加入到了專案小組內容 刑事局的國際科 當天其實就先透過了國際刑警組織 對OZ發布了國際的通緝警示 這算是一個標準程序 就是我們先發布通緝警示之後 才方便進一步的做行動 同時也通過管道跟美國在台協會 也就是AIT來聯繫 也撤銷了OZ的美國護照 這等於是斬斷他的其中一條腿 此時他其實已經知道自己被通緝了 還試圖要找以色列大使館 以及商會來尋求幫忙離境 不過都沒有成功 但OZ其實沒有想到的是 台灣以及菲律賓的警方 兩邊長年以來一直都保持著 相當良好的互動關係 時事局駐菲律賓的聯絡官 他叫做王志勇 王志勇這位聯絡官 他跟菲律賓的警方有密切的配合 菲律賓的警方 他們也願意犧牲他們三天的連續假期 就協助永和分食案的人犯來的棄博 他們先是靠著OZ 他的Gmail裡面有一封信 它裡面是提到的 在瑪麗拉的某個飯店的一個 訂房確認信 靠著這個情資 菲律賓的警方也趕到飯店去找人 但卻撲空了 他們只發現說OZ跟著一個神秘女子退訪了 那下落不明 那找不到這個OZ 只好朝這個跟他一起退訪的神秘女子下手 警方後來發現這個女子其實是 從事性交易的菲律賓當地人 疑似是因為被OZ的魅力所吸引 就成為他的女友 所以才願意來協助藏匿 不過這是在警方找到他 並且跟他講說OZ有犯下了永和分事案之後 他其實相當相當害怕 在警方確保他的人身安全下 他才終於講出了這個藏匿地點 在9月5號案發的第14天 菲律警方攻堅進入OZ躲藏的公寓套房裡面 他赤裸的上半身被壓制上口 一點不敢置信 那人被逮之後 經過美國以及以色列 還有我方的溝通協調 最後他們也都同意說 那人就被我們帶回台灣 OZ終於在9月17號壓解回台了 在OZ他被知道說要送到台灣的時候 他其實相當相當憤怒 OZ搭上飛機被送到台灣之後 應該韋哲哥很快就跟他有所聯繫了 帶回來的時候就直接帶到了刑事局那邊的偵訊室 當下感覺他非常的冷靜 那只是說他從頭到尾也沒有承認過 他有動手殺人這件事情 就沒有一個直接這句可以確定OZ有涉案 那既然OZ他不肯說 就是我們從那邊可能很難突破的話 我們有其他的突破管道嗎 Bent在OZ終於被抓回來台灣之後 他才願意說出真正的過程 那他為什麼先前不說你們要問他嗎 他應該是怕OZ指使在美國的可能朋友或是什麼 如果Bent講了Bent在美國的家人有可能會被報復 也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在OZ沒有被抓到之前他們不敢說的 那Bent他後來在庭上所說的這個案發經過是怎麼樣的呢 他們先在河濱公園喝酒聊天了一段時間之後 等到Ryan很放鬆沒有戒心 而且背對OZ的時候 OZ才拿出作案的工具 然後把Ryan勒幣以後 再從脖子的兩側用美工刀放血 再肢解他的屍體 所以他講要勒幣的時候應該就是戀拒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Bent他所說自己的參與行為到什麼程度 他有幫忙殺人嗎 這個部分他是覺得他沒有的 因為他的證詞其實是說 Ryan在當下已經被OZ勒幣 所以殺人的動作他應該是沒有參與的 他承認的是在於肢解屍體這條罪 那再加上用燒的方式去毀損證據這一條罪而已 他們當時有把衣服全身包含內衣 用事先準備好的汽油把它燒掉 他應該就是主要是認這兩條而已 是 那吳軒的這個案子裡面 他知道他有參與嗎 吳軒除了一開始買刀以外 還有在幫忙看案發的現場 可是如果以他的距離跟當天的時間 因為是晚上 他應該是看不到什麼東西 他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中正橋上是不是有警察巡邏 有可能會看到OZ跟Bent 在案發的過程中被警察發現這樣 那其實吳軒並不知道OZ要做什麼事情 Bent的講法嗎 對 Bent講的東西基本上是不利於自己的 他只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殺人的行為他沒有參與 但是他已經承認了另外兩件事情 承認對自己不利的事情 而且在他當下講話的神情的時候 其實你就知道這是真的 他的感覺是怎麼樣 讓你覺得他在講真的 他其實也有一點終於可以講的樣子 就是OZ終於被抓到 我終於可以講了 因為第一個講的人絕對是最有力的 講真話的也是最有力的 爭取他未來可能可以減刑這件事情 對他是有力的 感覺目前OZ啦 Bent啦 然後還有這個大學生 三個人也都被找到了嗎 可能他們儘管不講不過 可能慢慢鞏固出事實之後 可能也能夠拼湊出一個案件的輪廓 尤其是Bent已經講出了一個案情的主要過程了 那感覺差不多偵查要結束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有一些新的進展 三位嫌犯都其實有提到 當時河濱有放煙火 OZ其實後來說他是放煙火的人 所以他沒有去殺人的現場 一切都是Bent做的 那就跟Bent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OZ設計有人要去放煙火這件事 是避免在分屍的時候 刀可能會敲到河濱公園 河邊的階梯或者是鐵欄杆產生的聲音 甚至說可能在殺害Ryan的過程 Ryan會有叫聲 慘叫喔 用煙火去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跟掩蓋那個聲音 Bent其實一直都知道有另外一個人有來放煙火 但是其實他一直都沒有說出來 Bent有一次在庭上突然講出來了 放煙火的人的外號 叫JJ 他並不知道他的權名 然後也是美國人 然後還有就是肩膀上有一個老鷹的刺青 放煙火的人有過來照OZ跟Bent 那Bent有看到他也有跟他打招呼 JJ還有帶來換洗的衣服跟汽油 在一個旅行袋裡面 讓他們殺人之後可以換掉 再燒回所謂的血液啊 這些證據這些 我們也是在他講完之後 第一次知道有第四個人 所以要重新開始去對這個人做收證 我們用Bent所說的這個老鷹的刺青 在OZ的刺青工作室找到了JJ的同意書 還有他的證件的號碼 好那一直到這個時候 其實案件的拼圖算是全部早期了 四個關鍵人物 分別是吳瑄 幫忙買刀以及霸風 JJ就放煙火 吸引可能其他民眾的注意力 OZ跟Bent他們就是騎U-BEC在現場 應該就是他們兩個人 趁機將Ryan給殺害 不過到底是OZ殺的還是Bent殺的 其實兩個人互咬對方 沒有一個明確答案 不過他們其他人的攻速 基本上都是指向OZ才是真正的主謀 有了這些攻速之後 你們還有在跟OZ談談看嗎 他有改變他的說法嗎 OZ的說法從來沒有改變 永遠都是Bent指使他去做這件事情 那OZ其實有跟法院申請了很多鑑定 來證明說他的身體或是心理上是沒有能力 可以去分解一個人的屍體 就是我精神上看到血 或是這樣我會害怕 對 還有就是他因為在美國 可能騎重機出過車禍 所以他的身體是有傷 他並不能夠有能力 有那個力量去分解一個人的屍體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也不是他說了算 也需要專業的人士來鑑定之後才能夠確定嗎 那由於嫌犯護咬 檢方當時依照殺人罪以及幫助殺人這些罪嫌 將他們給起訴之後 開庭的時候 JJ他又換了一個說法 他說他是受到OZ的指使 才帶著汽油還有煙火到場 那當時其實就知道可能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原本都不說 他說他不知道 他只是幫忙放煙火的而已 他以為會有人會被挨打 但不知道會壞到什麼程度 他也沒辦法控制OZ到底會做出什麼事情 他也是一直很害怕 可能老婆小孩有一些狀況 所以才沒有說出事情 那Benz在一神開庭的時候 他也說他真的有分屍 不過他說他自己都沒有殺人 殺人的都是OZ這樣子 那他說這是OZ殺害了Ryan之後 恐嚇說Benz你也是共犯 如果你講出去的話 可能你也會有危險 那他很害怕自己可能跟Ryan一樣也被殺害 所以他才會參與到分屍的行為 也會一開始會有所隱瞞 那至於這個吳瑄 他說自己雖然只有買刀 不過這是只有他的講法 其他的共犯都有說 吳瑄其實也有幫忙把風 不是只有買刀那麼簡單而已 那至於這個關鍵的OZ 他則堅持說都是Benz的威脅說要傷害他的家人 他才會直視吳瑄去買刀 並且約了Ryan要來河濱公園來聊聊天 他在旁邊抽研的時候 沒有看到Ryan 等了兩個小時之後 Benz才回來 之後兩個人才一起離開 後來他才知道說Ryan被殺了 整個殺人的過程都跟他沒有關係 不過一省法官並沒有裁信他的說法 依照殺人以及毀棄屍體罪判OZ無期徒刑 覺得他才是整個案件的主謀 Benz則是判了12年6個月 JJ還有吳瑄則依照幫助傷害罪分別判106個月以及6個月 等於吳瑄是刑期最輕的 而到了二省的時候 當時的高院法官大動作 帶著這四個人重回到現場來模擬 建構整個犯案的路線 特別還傳來當時募集棄屍的這個吊客 吊客說暗發當天晚上11點10分的時候他去釣魚 看到旁邊有兩台U-bike停在河畔旁邊 他釣到大約12點的時候有聽到幾聲落水聲 後來就看到兩個人走過來 各遷走一台U-bike 一個人皮膚是白色的 一個人皮膚是黑色的 這兩個人因為他們是講英文 他自己聽不懂 他有當庭就指認說就是孫武生以及Benson 他們騎走的U-bike 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一份證詞 以此就能夠確認OZ跟Benson確實有涉案 尽管OZ說都不是他 不過依照這個證詞 基本上就能夠咬死他了 二省法官最後面認定的犯罪過程是這樣子 OZ跟Benson他們發現Ran其實在當年5月 被查到持有大量的毒品的時候 他有被裁定樂界 但是除了樂界之外 他們發現他出了樂界所沒有任何的刑責 也不用被關 這不太合理 如果說如果持有大量毒品很有可能是要販賣 可是除了樂界沒有任何刑責 他們就懷疑Ran可能已經成為警方的線人了 於是他們就有了殺人的意圖 OZ先是在網路上搜尋 人體解剖圖 還有人體圖這些關鍵字 說這些關鍵字就感覺怪怪的 你沒事搜尋這些解剖圖幹嘛呢 隔了一個月之後他就是叫吳宣去買犯案用的這些兇器 然後跟他交代隔天要幫忙把風 就給他的一個Google定位 就到這邊去準時到那邊去 然後要來看一下那天的狀況就對了 如果有狀況的話就透過通訊軟體聯繫我 就交代好了 並聯絡了JJ帶煙火 汽油以及乾淨的衣物到場 案發當晚OZ就約了被害人出來喝酒聊天 晚上10點整的時候 JJ先放了第一輪的煙火 這第一輪的煙火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個信號 代表JJ已經到了 只透過煙火來告訴OZ 之後JJ就找到了OZ 把他帶的汽油以及衣物交給OZ之後 JJ又放了第二輪的煙火 這個第二輪煙火其實就是殺人的信號 在Ryan可能很放鬆 在聊天的時候 以及可能在路人 都在抬頭觀賞煙火的時候 OZ就突然抽出他藏在皮帶裡面的鏈具 從Ryan的身後來摟住他的警部 將他壓倒在地 並質問他是不是有當警方的現名 Ryan說我不是 我沒有跟警察說 但並沒有去理會他 他隨後就摟住Ryan的警部 並且從背包拿出了一把美工刀 Bencher是這樣形容接下來的犯案過程 他說OZ這個時候問他 要先處理Ryan還是要先處理狗 Bencher回答說讓我先處理狗好了 OZ接著就把美工刀交給他 讓他去處理那條狗 但這個狗狗Rulu其實很警覺 不讓Bencher去靠近 Bencher一轉頭就看到OZ 又拿著開山倒 不斷的來砍殺Ryan的頸部頭部 直到確認Ryan已經死之後 兩個人就穿戴上連身的工作服 防雪面罩還有戰術手套 在現場肢解尸體 過程當中 Lulu跑回來 OZ就拿開山倒往回砍 這個時候才砍到了狗狗的臉 後來他們將屍塊裝進了塑膠袋內之後 就丟到了永和河濱公園旁的心電溪 他們將換下的血液 在現場淋上汽油直接燒毀滅陣 並且騎著U-BEC離開了 儘管OZ說搜尋人體解剖圖 圖片的存成PDF檔 那是為了讓客人可以明確的辨識出來 但法官問了刺心助手吳宣之後 吳宣說沒有這回事 平常也不會這樣用 所以法官並沒有相信這個說法 認為他就是預謀來分屍殺人 而且他搜尋的時間 其實距離案發足足有一個月 他可能策劃了這整期犯罪 有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此外吳宣還有說 案發的隔一天 也就是8月22號的時候 他有跟OZ見面 原本是約在萬華的一家洗衣店 他們要碰面 後來他們走到了河濱公園 因為那邊可能比較沒有人 他就先問了OZ 跟這個案子有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是不是因為新聞已經曝光了 所以他可能就問了一下OZ說 你跟這個案子有沒有關係 他可能也不太確定到底在幹嘛 當時OZ跟他講說 他有請別人來處理 吳宣就問說 到底是請別人來處理什麼 OZ就說是請別人去殺Ryan 吳宣就有點納悶 問說到底為什麼要殺Ryan OZ說因為Ryan是警方的憲民 有了吳宣這個證詞 基本上也就能夠去佐證 OZ跟整個殺人的行為是脫不了干系的 他就是策劃整起案件的幕後主使 最終高院認為OZ默示台灣的法令罪行重大 而且沒有跟被函人家屬達成和解 也不知悔改 那Benzer雖然共同有參與殺人 不過後來他具體陳述了分屍的經過跟殺害的經過 讓案件可以明朗化 算是對案件有極大的幫助 因此在二審的時候 維持了一審的判決也駁回了上訴 OZ在聽到宣判之後 當庭對著翻譯來辱罵 也很不滿意這個判決的結果 不過最高院最後仍然是駁回了他的上訴 這個案子就在2021年的時候確定了 那我們案子到這邊總算是談完 其實OZ徹頭徹尾就沒有認罪 也沒有直接證據可以確認他有犯案 是靠著其他人指控 讓法官構成一定的新證之後才能將他給判刑 金手這個案件其實當時的隊長鄭瑞格 他也蠻有些體會的 我們現在聽聽看金手這個案件他怎麼說 發生這個命案那時候真的是壓力蠻大的 尤其是當年第四件 對壓力蠻大的 而且是社會矚目的案件 你一舉一動偵辦的進度到哪邊 社會矚目都在這裡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壓力非常的重 最主要是祝賢 感謝我們的外交官 就是聯絡官要感謝的人台 是這個等於是整個刑事系統的資源都 全部都投入 都投入到裡面了 所以才能夠那麼快速來偷破一起 外籍人士名 因為外籍人士相對來講查起來不太容易 不容易 對那可能聽眾們會有點覺得有點怪怪的 到底那個時候怎麼會讓OZ就跑出去了 其實我們恨不得把每個人都限制出去 但事實上不可以這樣啊 因為要有一個足夠的證明說他有涉案的嫌禮 地檢署檢察官他才會合法拘票 限制這個人的出入境 對於REN 可能有可能是因為現民的身份走漏之後 或者是被懷疑是現民之後才被殺害 偵辦這個毒品要更加的謹慎 尤其真的是有現民身份這部分 絕對保密 不能直接去查 例如說這個檢舉人剛買毒品 你就直接去幫他查 人家一想就知道一定是他設計的還是怎樣 不要讓涉嫌人直接就想到是這個人檢舉的 這是很危險的 有些這個現民很多都不配合 其實不配合 但是我們從相關資料來查也可以查到 狀況很多 不見得是寫檢舉以後我們才查到的 那韋哲哥這個案件最後的宣判 你其實最後負責買到這個吳宣 他也就是這個OZ的駐守 他因為幫忙買刀 然後有協助把風 最後面被判了6個月 你覺得他其實會不會有點衰 是你自己要接觸這種族群的嗎 要為自己的選擇來負責 沒有錯 而且你今天不是去買一把水果刀嗎 你是買了一個特有品牌的開山刀嗎 兩把 兩把 還有限聚手套這些東西 這些全部都可以看出來 都是可以拿來傷害人的東西 就算你確實不知道他要去殺人 你還是傻傻去買這些東西 還幫忙在那邊把風 沒錯 所以你不可以怪別人 你六個月 你抓到啊 算抓到就對了 你會感覺出來 OZ在這個團體中 他其實就是一個 他會指派每一個人 該有要做的任務跟部分 同時他也會給他們心理壓力 讓他一定要做到不可以有錯誤這樣 他算是非常 很緊密的一個犯罪主使者 比較顯眼 所以可能會有人注意到他 對啊 這個吊客真的是功不可沒 他後來也有出庭作證 後來也有到這個現場 協助把官去理清一下整個動線 好 那這個案子 也靠著警方的努力 從刑事局 然後到菲律賓當地的我們駐地的聯絡官 然後外市的員警 以及永和警方相當相當多單位 各方的角力合作之下 才把這個案子完美的算是爭破了 也建構出來這個犯罪的事實 其實永和分事案我參與了很多 因為當時我也是辖區的記者 這算是新北相當重大的案件 也是2018年所發生的第四期分事案 當時我自己跟同事寫了不少的報導 這兩集的人物名稱其實比較多 希望透過我們的整理 也讓大家理解整個案件的始末以及真相 那這集我來案發現場 我們就談到這邊 也感謝韋哲哥的分享 謝謝風德 也感謝鄭瑞哥的分享 謝謝各位聽眾 好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以及臉書 搜尋我在案發現場